去年9月贾静文就公布了自己再次怀孕的喜讯 如今预产期日益临近了 原本就相当幸福的小家庭 又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小生命 而修杰凯这个奶爸 更是三句话不离家里的几个牵挂 一身运动套装亮相镜头前的修杰凯显得精神抖擞 看起来这个帅气奶爸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新成员的到来 尽管好几个月没有接下工作 但如今幸福的家庭生活显然成为了修杰凯的精神支柱 而提到一岁半的女儿小布布 她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我现在其实很常带着布布运动 我非常多时间都是把她 叫她倒立啊 翻滚啊 然后带她吊单杠 她现在吊单杠也非常厉害 她可以抓住单杠大概十秒钟 我想说哇塞 我女儿太夸张了 除了带娃修杰凯如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赵谷即将生产的太太贾静文 我们家里都比较少外食 就几乎都是自己料理的 所以在饮食跟睡眠上面 我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很注重这一方面的 就是很保养 作为一个责任性很强的模范老爸 修杰凯通常都会亲自买菜做饭 虽然一人包揽家务活多少有点辛苦 但一想到家人的甜蜜笑容 她也甘之如頤 基本上我是一个看到事情就会去煮 时间到了就煮饭 就起身去煮饭 我都会说没关系我来 你休息我来做就好 反而是我自己会想要多做一点 妈妈贾静文安心待产 老爸修杰凯负责后勤 夫妻俩分工明确恩爱有加 也难怪这个小家庭总是能洋溢出幸福的氛围 我们两个很会沟通 很多时候是去看对方的优点 是很重要的 有了新天地台北采访报道